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那個葉次長跟那個 黃所長 葉次跟黃所長要請 葉次長啊,剛剛那個葉委員提到啊 他們的所有的研究報告啊,你們都沒有看 那其實他們很多研究報告也都是委外的 去請很多學者寫的 我請教所長,你們一年委外的有多少 你五一的預算裡面,委外的經費佔多少 報告委員,那個我先講一下,就是那個 並不是我們都沒有看,我剛剛回答是說 今年的6月16號之後呢,我一有空我就看 但是事實上我們部內的,包括我們部長呢 去年上任的第一個訪釋的單位就是 運輸研究所 我現在委外的有多少 委外的齁 我們大概佔三層 這個,假如從計畫項目來看的話 我們大概三層 對啊,你委外,其實幾乎都是委外比較多 沒有沒有沒有,七層是我們置辦 我現在我跟你講喔,現在你看 你們那個高鐵,你這個政策 把台灣的航空業打垮了 把長途運輸業打垮了 把長途運輸業打垮了 現在高鐵又財物又不佳 造成這個樣子 那你們當時你們在研究什麼 你們在研究什麼 那近年來,那個大客車啊 交通車禍頻繁 大部分都是超時工作 那你本來你應援所 剛剛提到你是交通部的頭腦啊 你是一個運輸策略的幕僚單位啊 那你有沒有提出來什麼改進 我請問你,你們應援所成立多久了 這個六十幾年成立 民國五十九年就成立了啦 後來是改名字的啦 你是五十九年成立 台灣就這麼小 運輸嘛就是這麼一點點 到現在,你研究不出來一個策略 你大客車交通,事故這麼多 你們目前你們有多少人啊 我們現在總共差不多一百七十個人 對,你一百七十個人 研究人員有差不多一百二十人 從英國五十九年開始研究到現在 連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交通事故 那國外都很多做了很多喔 連那個橋樑的一個偵測 都沒有辦法弄好 還有對你說好 什麼節能減碳 的方面 能源稅短期是看不到啦 那你們有沒有在研究降低 車輛排泰的制度 那我先第一個我先問你啦 你們對於那個大客車你看看 車禍這麼多 幾乎都是 死掉多少人 從民國五十九年成立到現在的 一個研究所 都沒有,你都沒有辦法弄出來 你看看人家國外 在國外都很簡單的嘛 他在,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次 這以前的不談 最近兩次的車禍 都是什麼 有一次是那個司機超時 打瞌睡,精神恍乎 那難道這個東西 你都沒有,你不管什麼車輛的維修啦 不管車輛的那個 還有爆胎,還有那個爆胎的問題啦 齁,那你們有沒有做個什麼 做個什麼研究出來 那國外怎樣 國外去裝那個AWS 用這個你就裝在那個駕駛 駕駛盤上面啦 那那個一般差不多三十分鐘就可以 就可以裝完成了啦 那個人要睡覺的時候 那個心跳會減少啊 你什麼快打瞌睡的時候 他就會提醒 那個爆胎有問題 或前面有什麼車況 都會隨時提醒 人家很簡單 連那個以色列 這個是美國的 旁邊那個以色列 連以色列那麼小的地方 人家都能夠弄出來 而且在晚間視線不明的路線狀況 那個路,視線不是很好 路線的狀況不是很好的時候 也可以很準確的 識別出來 提出警告 那你們從59年研究到現在 你有研究出來一套嗎 這方面齁 其實這個技術都是現成的 就是看 現成你有沒有提出來嘛 你每一年 我剛剛上面 我們在那個大客車那個研究案裡面 有提到這一部分 上面那一章已經告訴你說 車禍一大堆了 死了那麼多人了 那你們在研究什麼 你看看從民國59年 到現在98年 成立一個30幾年的一個機構 對於台灣的一個道路的安全 你都沒有辦法 對於那印大客 尤其是公共運輸的這種大客車的 一個行車的安全 你都沒有一套的系統 早就你重點要建議嘛 那假如你研究出來的報告 你的建議 人家都不聽 不採納 那你們就真的要裁測掉了 就不要做了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應援所對於這個道路的這個 這個公共運輸 這個一般的這個交通的安全的部分 我們連續每年做 已經做了二十六期 所謂依照式路段的改善 那這些啊 這個 甚至於我們後面還有追蹤 會同大方會員會來做追蹤工作 所以這部分我們是有在落實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 這個大客車的這個行車安全啊 裝設這個各種監控的設施啊 那我想我們在那本報告裡面也有聽 那也有沒有做啊 這麼多的 先生姐你看那個課稅 打課稅的偵測 會逐不來啦 打課稅都是這樣子的 跟委員報告齁 對不對 我們交通部已經決定了齁 這個要大課 所有大課車要裝GPS 那現在這個要一千輛 現在這個計畫正以為公共運輸 你看看 你從 我就講 我說假如你今天是個新的機構 新的一個研究單位 你還可以原諒 你是從民國五十九年就成立到現在了 這個東西 那國外就已經用了多少年了 那我們為什麼 院次長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去做呢 我們為什麼沒有去推行呢 那就剛才我談了嘛 假如你的研究出來的結果 你的報告 你的建議 人家都不採納 都不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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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你們這個單位做什麼 這個 這個 爆胎的這個這個系統的監測 我們也做過研究 對 你做過研究 你們有沒有做嗎 有沒有做嗎 這個其實 這個是在美國 少數的州 有強制要求裝 那 我們其他的國家 並沒有強制裝 那我們現在很多的規範 是這個連結歐盟的標準 因為你現在就是 要有一點這個 這個 國際的標準要有 負通 我們國內 這個 這個 在目前 國際沒有變成一個 這個跟國際什麼關係 台灣已經 你就假如說台灣的地形 比較特殊 或台灣的一些狀況比較特殊 你說 在國外有 那油欄車靠航的靠那麼多嗎 在國外 國外人家對那個超時的 超時的那個 處罰有 有是怎麼處罰呢 我們那個 你看看 那個兩個 尤其是最近 產生的這兩個 大油欄車的一個大車禍 那個都違規了六七次的 那還准許 還准許他在那邊駕駛 這個在國外可以產生嗎 這跟國外有什麼關係 你就本國內 你就應該要去做的東西 這個跟國外有什麼關係 那明明已經 我們前面那個表演 從這麼多次的車禍 死傷了那麼多 死掉那麼多人了 大部分都是 都發生在 駕駛人的一個 超時工作 跟打瞌睡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們還沒有一套 很好的辦法出來 那假如說 科技沒有發達到說 有偵測器可以偵測到華 那也變吧 人家都有了 國外都有了 也不用你們去研究了 你就去抄抄人家了就可以了 你要做什麼 三十幾年的那個老機構 台灣就這麼小 家中事故發生的原因就是那幾項 有比較新的嗎 有比較特殊的嗎 也沒有啊 那都還沒有一個很大的系統出來 再來 你說那個橋樑的管理 你們講說 剛剛那個什麼雙岩大橋斷掉 他本來有裝個監測 那個那個那個 橋樑的一個偵測 偵測系統 後來說不好用 把它拆下來 七八年都沒用 你們講說是 公路總局 剛剛你推給說 這是公路總局 在處理的 那你們弄出來的東西 人家不用 人家七八年把你摔在旁邊不用 那難道你們不需要去檢討嗎 你們不需要 去提出一個改進的辦法嗎 或者他不用 你是不是要趕快強迫他要用 對不對 那假如你們只是 做個報告就丟給家商部 那他愛不愛用 他做不做用 那幹嘛找你們 去找這鞋子弄 而且你們還不是三分之一都委託鞋子啊 我們還要花這麼多錢 花這麼多預算 不要說五億是很少 五億也很多啊 有些人嘛 要賺幾輩子啊 要五億的預算養你這一百多人 你的工作還是三分之一的研究 包括還是為外的 沒有一套制度出來 沒有 沒有一套 那這樣 要這個單位做什麼 我想跟委員報告啊 這個關於橋梁監測的事情 交通部已經 這個交給我們一年所 從今年九月份開始 來就這個課題啊 來做進一步研究啊 我們未來會來努力的改善 交通部 那葉次長啊 這種東西這麼嚴重 你到今年九月才教他們研究 他們是成立 我現在一再強 他說民工五十九年就成立的一個單位 對 尤其是國中 就是國公司做的 那個 報告雷委員好 那個 監測系統當然只是交通的研究 裡面改善交通的其中的一個 一部分 叫橋梁監測系統 我問你雙岩大橋那套 那套偵測系統花多少錢 這個 其實今天我不瞭解喔 不過我後來 我不敢用最主要就是 假信號太多 就是那個 對 假信號太多 就代表你們弄出來的 就不對嘛 就不好嘛 那個 很多尖端的研究啊 並不是說馬上就可以做得到的 事實上的確是需要 那我現在請問你 那我們目前我們橋梁 偵測器是哪一種 叫目前是用哪一種 目前可以講是 這個 還是在一個試驗階段 這個跟學術單位在合作的試辦階段 尤其 這個 我知道中央大學那個橋梁中心啊 那邊這個 我跟你講啦 你看看八八水災 橋梁總共斷了七十座 那五座 你現在只有五座 你正在花包在改建 那其實這裡面有九座不是 不是微橋 那你看看 你那個偵測器 每次都一裝上去 你沒有去維修 你也沒有 你沒有去監控 你沒有去落實 所以你怎麼假信號太多 都沒有很落實的 而且你看看 以往我們橋梁斷掉 都是出現在結構的問題 你有沒有針對這個結構的問題 去做出一個偵測器出來 也沒有啊 都沒有啊 我跟委員報告啊 其實這個 這個偵測 整個橋梁的偵測 方法非常多 需要偵測的點也非常多 所以這一塊啊 可能在國內的這個技術界來講的話 都認為還有很大的改進 那其實喔 人家國外都做得很好了 國外也不一定 國外 你看看 你看香港 那個青馬大橋的一個偵測器 人家做得不錯 你再看 一大堆 國外 國外的都已經弄那個 那人家整個 美國 它本來 本來那個 i35w的大橋 它本來它是 在密西西 密西西比州 它本來斷掉了 後來人家重新弄了 人家這個設備也不錯啊 那事實上你們在研究什麼 你在研究什麼 跟委員報告啊 它那個橋也是 偵測 沒有偵測到橋斷了 然後後來趕快再去改進 它斷掉了以後 它重新裝了這個新的一個設備 那這個設備現在 目前也發揮到很大的功能 那這種技術在國外有了 也不需要你們去做什麼研究 你們只要把國外一些比較好的 把它參考出來拿回來 是是 就可以弄了嘛 我想我們未來是做 效益的評估啦 我主要我跟你講啦 我只要告訴你 從民國五十九年 就成立了一個機構 到現在你成立幾年了 快四十年的老機構 那你連到台灣目前 連那個大顆車的一個管理 連橋輪的管理 都沒有一套系統出來的話 我們一年還要花五億多 來養這樣一個單位嘛 我是覺得各位委員 都真的要好好的考慮考慮 看那個預算 預算要怎麼弄啊 好謝謝羅委員 我想我們會根據委員的指教來努力啊 好這個預算還是 接下來請陳庚德委員 陳庚德委員發言完畢 休息十分鐘